油泼面是陕西的传统美食,讲究色香味俱全。 而油泼面与油泼辣子有一曲同工之妙。 辣椒粉是成就滋味的关键。 低温炒备、手工研磨是不可或缺的步骤。 而作为承载滋味的基地,面的制作同样至关重要。 清水与面粉在手的搅动中交缠成絮状。 抹面将就盆光、面光、手光。 反复揉捏直至面团成形软硬适中。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? 没有啥。 面团揉成长条,揪成剂子后, 双手抹油。 揉捏面团拉扯成条。 静待15分钟。 扯面是考验技巧与经验的重要环节。 双手分别握住两端,手起面落,与案板撞击出清脆响声。 面片在反复击打与拉扯中不断延长。 起锅烧水,直至沸腾。 煮面的时间,要控制在5至7分钟内。 这看似简单的过程,实则是成就美味的关键一步。 煮好的面条入碗。 辅料铺陈,蒜末洁白,将辣椒粉铺于旗上。 热油浇淋,香气四溢。 老张,面好了,来尝尝是不是还是原来的那个味道。 哎呀,一看就是好吃啊。 面条爽弹。 蔬菜清鲜,浮以芹椒的热辣浓郁。 美味越动于舌尖,抚平了长途跋涉的劳累。 一碗油泼面,滋养出力气与热情。 热热闹闹的收购环节才得以开始。 秦椒,以其开胃,辣而不造等优点,深受陕西人的喜爱。 今年这个城市好呀。 确实不错,这个隔头又大。 那今年这个辣椒,这算是丰收了。 一颗秦椒,承载着白云松一家的生活, 也寄托着张海健对于传统风味的认可与追逐。 这份由秦椒开启的友谊, 如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秦椒的热爱一般, 岁岁年年,经久不衰。 古老的关中大地, 潜藏着悠久的食俗。 小小一颗辣椒, 演变出新的模样。 形态虽改, 但这种磅礴而出的痛快, 却未曾消磨。 豪放的现场游泼, 粗广的大口碟面, 构成了关于家乡味道的共同想象。 在中国的食蜡版图上, 辣椒形态的蜕变还在上演。 七百多千米以外的成都, 它将以另一重姿态成为风味的灵魂担当。 中国人喜欢把食物做得花团锦簇。 响亮热闹。 无论是节俭岁月, 还是富足时光。 丰富的食物汇于一锅, 总会给人现世安稳的感觉。 若再为食材加上一份麻辣滚烫, 便更觉得酣畅淋漓。 麻辣烫, 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小吃之一。 无论身处哪个城市, 人们总会在住宅楼底, 学校后门, 街头巷尾, 这些地方找到它的身影。 热气蒸腾的麻辣烫店里, 一碗肉酥汤水下肚, 感受麻辣销魂, 快溢江湖。 今天, 很少有人会在麻辣烫三个字之前, 特艺术上穿鱼的字样。 但作为麻辣烫的故乡, 这片炽热的土地, 依然是众多嗜辣种麻者的朝圣地。 成都城郊的小院里, 深秋的寒意被蒸腾的热气驱散, 炒料师傅胡兴亮与好友张沈阳, 准备为这次相聚, 炒制一批新的麻辣烫底料。 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张沈阳, 几年前跟随胡兴亮学习炒料手艺, 两人相知多年, 亦师亦友, 熟悉的人与美食, 让张沈阳对这座城市倍感亲切。 辣椒在废水中煮一分钟捞起, 筋骨变得柔软, 倒入冲筒, 不断垂挡, 捣碎的同时, 最大限度地保留辣椒的芳香化合物, 因形似瓷疤, 得名瓷疤辣椒。 大火烧至250摄氏度, 菜籽油独特的刺激性气味迅速溶解。 下入豆油、牛油, 继续烧热, 以多种油脂混合出醇厚风味。 大葱、洋葱、蒜苗、 芹菜等各色蔬菜入锅。 炸至金黄后捞出。 依次下入瓷巴辣椒与豆瓣酱, 不断搅拌。 随着阻力逐渐增加, 底料也愈加浓稠。 不同于火锅底料的麻辣煮调, 晶莹的冰糖是麻辣烫底料的灵魂。 提亮色泽的同时, 赋予汤汁甘甜滋味。 油热火旺, 味香色浓, 双手不断翻炒, 避免粘锅。 瓷巴辣椒逐渐蜕变成深褐色。 此时, 花椒、 干辣椒正重出场。 麻的触感缓缓嵌入汤汁, 并迅速占据上风。 出锅前, 下入香料, 凝结了多种食材调料的滋味精华。 炒至完成的底料, 麻辣回甘, 红亮诱人。 香, 辣为十足, 香味浓郁。 这个煮麻辣汤再配上我们那个骨汤, 会是味道非常的好。 香传, 麻辣汤也曾是奔波于岷江之边的船工们, 偶然创造的捡餐。 因条件限制, 只能在江边用石头雷起灶台, 支起瓦罐, 舀几瓢江水, 食材则就地获取, 甚至野菜也可充数。 烹制无从谈起, 食材廉价无奇。 刺激的辣椒在湿冷的浆盘, 成为人们去湿保暖的不二选择。 几经沉浮, 麻辣汤早已摆脱最初的形态, 不但汤汁要精心炒制, 涮煮的食材也让人不惜大费一番周折。 初冬山间风起, 逐海起伏, 张沈阳与胡兴亮寻仙而来。 此时, 竹子萌发的新笋, 比起春笋更为敦厚腼腆。 它们往往深藏在土里, 若非有经验的挖笋人, 往往过笋而不见。 新鲜的竹笋表面有着毛茸茸的鳞片, 因为没有迫切向上生长的需要, 含水量略低, 口感也比春笋更厚实。 不远处的河边, 两人支起炉灶, 准备将山野的鲜美浸收锅底。 带来的食材荤素兼备。 与刚刚收获的竹笋一起, 在滚烫的底料汤汁中涮住, 麻辣鲜甜的味道慢慢渗入, 麻辣入魂的底料, 让食材滋味越发浓烈张扬, 吃上一口, 瞬间将江边的凛冽寒风消弭于无形。 如今, 昔日的辛劳成为过往, 麻辣烫的源起也很难考据。 只有这一炉辛辣滋味, 依旧让这些动容的食俗记忆, 沸腾在时刻的新海之中。 一个来自天府四川, 一个来自金陵古都, 性格迥异的两个人, 在食材的撮合下成为挚友。 正如麻辣烫, 融会万千风味, 人生亦可兼容千情百态。 风味江湖的精彩正在此间。 从穿鱼小吃到全民美食, 麻辣烫在各地扎根, 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万千滋味, 迥异风貌。 回到南京, 张沈阳准备为自己的麻辣烫店, 添上一味当地特有的食材。 皮肚在金陵古城由来已久, 由新鲜猪肉皮晒干炸制而成。 然而, 皮肚与麻辣烫在味道与口感上能否适配, 还需经过一番尝试。 皮肚是南京人家中常备的食材。 母亲新做的这批, 成为她的试验对象。 风干后, 在油爆涨发的皮肚, 金黄酥脆, 质地坚硬, 全身布满孔隙。 在凉水中浸泡三十分钟, 软化筋骨, 与麻辣汤汁相遇的瞬间, 水乳交融, 软烂服贴。 入口咀嚼, 汤汁爆裂, 口感软糯, 极具冲击力。 南京古城, 时间赋予了这里, 悠长绵延的风味, 也酝酿出具有江湖市井细稀的美食。 鲁鸭四贱, 滋味醇厚咸鲜。 是张沈阳心目中麻辣烫的最佳搭档, 鸭肠, 鸭肝, 鸭针, 鸭心。 鸭的边角料, 在香辛料与酱料的加持下, 变得风味万千。 与麻辣烫一起, 撑起市井美食的一片天地。 大口的吃, 吃完之后再加。 对麻辣烫无以附加的喜爱, 以及乐此不疲的改良创新, 让它在风云变幻的美食江湖里, 得以安身立命。 麻辣烫店里, 多了一丝江南特有的精致, 灶台上, 一口口砂锅, 滚烫沸腾, 良好的气密性, 最大限度地保留下麻辣与滚烫。 对麻辣烫这三个字特别地敏感, 也特别地钟爱。 我把它的做法, 工艺, 食材, 全部做了生计。 我想把这一碗幸福的味道, 让更多的美食爱好者, 麻辣烫的爱好者, 去尝到这个味道。 麻辣烫因包容而千姿百态, 因地狱而独一无二。 在岁月这把灶火之下, 酸甜苦辣, 喜怒哀乐, 伴随着一碗麻辣烫, 翻滚沸腾, 彼此浸润, 沉淀出复杂多样的人生矿味。